午安你好 歡迎收看中天五間新聞 我是張新宇 今天除夕 馬上帶你來看到 除了國道呢 這返鄉的車潮陸續涌現之外 而在這個往年 遊客最多的這清水休息站 目前狀況如何 沿線記者張俊棟 好 新宇 午安 我們來看清水休息站 在今天上午的部分 很多的民眾呢 因為上班上工作的情況呢 到了小年夜 因此在今天才展開了 這個返鄉回程的一個狀況 那麼今天在清水休息站 遊客越來越多 因為往年在這個地方 大家都會來做一個休息 所以在年紀的部分 人潮車潮相當的多 你可以看到站內的人呢 是蠻多的 但是站外的停車場 也停了九成滿了 那麼這個站方要體貼 旅客開車 相當疲勞的一個情況呢 在這個站內增設了休息站 開車呢 相當疲勞呢 能夠在這個地方馬殺技 旅客的反應怎麼樣呢 我們來聽少少的訪問 畢竟開車還是蠻累的嘛 長途開車 那中間有個按摩的話 會比較紓壓一點 對啊 那今天在按摩 還蠻不錯的 好 除了按摩之外呢 這個站方也相當體貼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養著這個寵物呢 想要把它帶回去老家 所以呢 在這個來到休息站的時候呢 這養狗 或者是養貓的這些民眾呢 他必須是跟這個站方來借寵物籃 進站之後呢 就可以來使用了 那麼今天呢 在這個清水休息站的部分呢 停車的情況在停車場已經停了九成滿了 預計呢 在中午過後呢 這個人潮跟車潮會陸續的湧現 那麼根據了解呢 這站方人員也說了 大概是從11點 就是現在開始會到1點呢 在清水休息站的人潮車潮將會是一個高峰 那麼往年呢 在要進站的時候呢 這入口都會很山 所以休息站呢 也特別了加派人力來疏導 那麼這次的年假呢 有6天 站方人員也說出國的時間變短了 那麼機率呢 可能會降低 因此大家選擇國內旅遊的情形呢 可能會是比較多的一個情況 預估呢 初三在清水休息站的人車 將會是一個最高的高峰點 這目前為你掌握在清水的最新情形 把先鏡頭交還彭林出國 好 謝謝軍動 我們看到呢 這個清水休息站 除了今天有人潮之外 初三也會有 剛剛看到呢 現在這個畫面上看到 連停車現在都蠻困難的 這是目前在清水休息站的狀況